家裡黃昏市場的魯繼瑜 11月初網友PO文買到史上最貴價 兩位小魚加上苦瓜豐790元引發討論 PO文者再度發文 證實自己收到了台南市政府的公文 現在要請網友原諒 這篇PO文直接說明 11月9號發文述縮 買到史上最貴魯小魚和苦瓜豐 由於沒正沒劇導致動亂 小弟知道錯了 請網友們原諒小弟 最後還特別強調 改天再來開錄影買一次 看似道歉的文章 網友看完炮轟沒誠意 質疑為什麼不能打繁體中文 甚至支持店家及公部門 體會棒 PO文者去上班人並不在家 媽媽證實 她用親戚的帳號上網發言 造成社會困擾實在很抱歉 但是發文的人 字裡行間透露自己 是在市政府的要求之下發文澄清 留言區裡面強調是 店家不誠實 下次去嘛要直接錄影 尊重個人的言論自由 但如果和事實有重大的落差 可能影響到市場的機制 市府就有必要來進行了解 維護社會秩序 坦坦市政府強調 言論自由並不能影響市場機制 也提醒民眾 在消費上有任何的疑慮 在證據明確的情況之下 主管機關就會進一步來理清